男明星原本是為了角色需要 而不得不把頭髮剃掉 但有些男明星 卻是因為拍戲壓力 導致掉髮危機 就像《西里人妻》裡面 企演父親和姐夫溫瑞 煩得溫生豪 因為高收視率以及入戲過深 使得壓力太大 開始擦起了生髮水 努力補救 我是有擦那個生髮水 我每天擦 我每天擦 你要是哪個部位啊 就前面額頭啊 兩側 沒有 我家沒有人鋪頭 我家都沒有 那其實我也沒有啊 你們可以翻過來看 你看這個像是 這麼豁達 我沒有 我真的 我是完全沒有 只是因為有一點掉頭髮 我就覺得有點擔心 因為其實年紀越來越大 那環境污染又很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不管男人 女人都沒有注意 就自己身體健康的一部分 它可能是個警訊嘛 你翻啊 你翻啊 翻啊 這邊嗎 對啊 OK啊 沒有頭髮的問題 好了啦 讓他摔摔就好了啦 你這麼猜的 唉唷 還好還好 有安貞姐給溫生豪秀秀 終於是救回來了 激利人氣誇海到日本 一身帥氣的溫生豪 髮絲看起來很濃密 還被譽為台版的玉木紅 真是迷封了不少櫻花妹 而另外一位 本來頭髮就不多的孫茄智 在2008年 接拍三粒本土劇 真情滿天下時 因為求好心切 種種原因 導致於一度傳出憂鬱症 也加快了吊髮速度 因為我算是一個 很容易給自己壓力的 做任何事都一樣 不管是唱片 戲劇或是綜藝 我都會把那個成績 攬在自己身上 那當然可能 可能大家會覺得說 你想太多了吧 那不見得會是在我身上 沒有錯 可是我會 我會給自己一個壓力 是這樣子 白髮擋出好幾根 其實這個現象 我原本就有幾根白髮啦 那就是接了這檔戲之後 開播之後更嚴重 不只因為壓力關係 孫協志還在2006年 接拍了古裝劇《魔劍傳奇》 為了配合古裝的演出 常常需要戴著頭套 頂著43度的高溫 將頭髮以及頭皮 實實在在的悶住 長時間下來 不只阻礙了毛髮生長 還會導致原來的髮絲脫落 我最好珍惜這種頭髮 複蜜比較多的時候 因為這一定是我這輩子 永遠做不到的一件事 所以我必須得靠這個 一家的頭髮來滿足自己的心情 不過這一切調法的悲劇 相信都會在孫協志即將與韓瑜 附入結婚禮堂之後圓滿落幕 瞧 這求婚照上孫協志的頭髮 可是幸福滿意呢 恭喜你啦 協志 背頭皮終極殺手頭套 摧殘的還有金城武這位大帥哥 從2004年開始 一連接拍了三部古裝戲 石面埋伏 頭銘狀以及赤壁 拍戲時日都必須一直戴著頭套 我想再強的頭皮都難以抵擋 吊髮的命運 出道時 金城武頭髮超濃密 這次現身 傳出拍古裝戲長期戴頭套 髮量變稀疏 金城武不在意 藝人們古裝拍多了 多少都會有這種後遺症啦 還好金娜帥哥的頭皮 經過休息之後 逐漸恢復了帥氣 男明星為了戲而犧牲頭髮 真的是很偉大呢 不過有些男明星 卻是因為遺傳 而不得不面臨突髮的危機 最有名的就是 髮片天王周杰倫 這是遲早的問題 因為家裡遺傳嘛 做造型戴假髮什麼不行 穿古裝戴假髮也是對的 這回接演古裝片 相當愛惜頭髮的周杰倫 也豁出去了 忍痛戴頭套 很有可能是因為長時間悶著 讓吊髮的情況更嚴重 周隆不只歌聲緋聞受矚目 連頭頂也意外成為焦點 我覺得他頭髮都很好看 而且戴髮片 我們很多藝人都會戴髮片 有時候是為了造型 對嘛對嘛 手髮有什麼關係 做出自己的型才是最重要的 像超偶評審王志平老師 就以光頭型男的造型 讓人印象深刻 專業中肯的評語 讓參賽者對他印象深刻 再加上他與眾不同的光頭造型 更讓他廣受年輕朋友的認同 只是這酷斃了的造型 背後的原因卻是瞎得很 當然頭髮也開始少了 其實我很多朋友他們都說 我都忘了你曾經有頭髮是什麼樣的 可見我之前頭髮也不是這麼多 身為新男就是經得起調髮的考驗 像求德洛貝克漢等外國帥哥 也都是因為額前微凸 展現了完美的N字髮線 更顯帥氣呢 其實頭髮的問題輕鬆面對 反而可以減緩壓力 延長毛囊的生長期 不然也可以學學趙傳大哥 豁然的心態 宣傳唱片時特別帶起了假髮 就想說好玩嘛 然後以前玩過光頭的造型 然後其他造型都玩過 到目前為止 應該沒有玩過這樣的造型 第一次感覺就是唱歌的時候 整個上半身是有點毛茸茸的感覺 癢癢的有點不太習慣 我覺得用這樣子的造型 其實也是一種舞包裝吧 然後也滿能夠體現我自己 就是說讓大家了解說 我一開始就是自己最想要 扮演的一個什麼樣的角色的人 就算帶了假髮 不小心變康也是沒有關係的啦 人生嘛開心就好 王全娛樂整理報導